大家看到這段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剛剛過了四十歲 以前我覺得四十歲好像是一個關口 我曾經在想到底四十歲是怎樣 我記得我三十歲的時候 我還很清楚記得三十歲的時候是怎樣 我三十歲的時候剛剛在蘇格蘭讀完書 其實我在蘇格蘭讀書之前 我已經在小交響樂團做了幾年 我在2006年進入小交響樂團 然後去到2009年或者應該這樣說 去到2008年的時候 我就去看看會不會去到其他地方讀書 那我又想過去德國 又想過去芬蘭 亦都有想過去英國 那芬蘭和德國主要是因為 那個學費 據說可以便宜一些 那至於美國我就沒有想 但是後來呢 因為那個語言的限制 所以我結果都沒有想到去德國和芬蘭 所以就想想去英國 但是英國呢 大家知道英國很貴 那些學費又貴 住宿又貴 那麼英國好幾間學校呢 結果我是其實是這樣 我是apply了好幾間 我apply了倫敦的Royal College 還有在威爾斯的音樂學院 還有在威爾斯的音樂學院 然後就是蘇格蘭的Glasgow的 Royal Scottish Academy for Music and Drama 那我在2008年的時候呢 那我在2008年的時候呢 就去了英國去audition 那很幸運 是給... 即是後來都是... 兩間都是有給... 都是取錄了我的 那然後Glasgow那邊呢 是... 是可以給我... 一半的獎學金 令我那個學費呢 是跟當地人一樣的 那其實這一件事 我都已經是... 不用再想其他地方了 那所以我就去了Glasgow 本來我都不是打算講這個... 讀書的 但是... 就是想講回... 即是回顧十年之前 十年之前就是... 嗯... 一零年啦 一零年我就... 在Glasgow畢業 那然後就回到香港 十年前的那個生日 大家呢可以看到這個片段 就是... 一個生日會 那我記得呢 那天呢 就要去機場 是接我爸爸 一個朋友 是日本人來的 那就是... 是... 從機場那裡... 接機啦 接機啦 然後呢 再跟他去... 尖沙咀... 的... 影月樓 影月樓 現在好像改了名字 不是叫影月樓 在文化中心那間茶樓 那我記得我接到他去到影月樓的時候呢 其實人家都差不多打仰了 那麼... 很快吃完東西 那麼... 另外... 剛才看到這條片呢 就是... 我朋友幫我拍的啦 那我還... 我覺得是... 哇... 三十歲... 三十歲以前... 就是孔子說三十二立 就是三十... 你三十歲的時候呢 就... 已經要... 有... 我估計類似的想法 就是你要... 有獨立的思考的能力 就是要... 即是要... 即是要... 即是要獨立啦 我估計大概的意思 就是... 十年了 那當然... 即是在十年裏面呢 社會又有很多... 不同的變化啦 即是... 香港啊... 和... 其他地方都是 嗯... 就好像之前呢 是很流行說 哦...如果... 能夠什麼... 有時光機 那你會不會想 跟十年前的自己 說些什麼呢 其實這次這條片呢 是有些少許想... 有些少許這樣的意思 就是如果我可以的話 我跟... 就是有些什麼可以跟... 三十歲的我去說呢 或者... 我不知道... 跟二十歲的我去說呢 我覺得... 即是我三十歲的時候 我多少都知道... 自己... 以後會怎樣 我如果沒有什麼... 變化我... 應該都是在樂團的啦 即是你說教學生 那我應該都是... 保持著在... 學校裡教學生的啦 那... 即是... 會不會有些什麼事情 我是... 應該做 但是沒有做 那...可以的話 我想跟十年前的自己去說 喂...你要做的 即是有沒有這樣的事情呢 我猜我大致上都... 其實... 都算是這樣的啦 即是你讓我做... 即是... 可能... 我不知道... 可能是這個YouTube Channel 可以早些開始 可能這件事情是... 就是... 我會想... 即是早些去做啦 我是... 我其實是沒有... 從來沒有這樣的想法 我想很多... 大家在看YouTube影片的朋友啦 你都沒有想過... 有一天... 你會是... 拍片講什麼東西 即是... 我也沒有的... 但是... 即是... 慢慢呢... 即是... 在這十年裡面呢... 又發生了... 就是... 就是... 見到很多事情啦 然後就覺得... 原來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 是真的很少的 即是... 例如你說在樂團啦 你能夠遇到什麼指揮 你能夠跟到什麼Soloist合作 到底... 你的... 同事... 當日... 或者... 那段時間的狀態如何 即是... 這些東西全部... 是... 你沒有辦法控制的 然後我們再講... 教琴... 學生的表現... 你控制不了啦 他們家裡有幾配合 你控制不了 然後... 學校的... 態度是怎樣 你也都控制不了 到底他是想... 而... 到底他是想... 先生... 喂... 到底他是... 當那些學生... 是... 顧客 而... 學校本身是一個... 一個... 服務業... 這樣去... 做 是不是這樣看呢? 即... 如果你不同意這些方針的話 那你也都沒有什麼可以做的 又例如... 如果學校... 要求... 先生一年呢... 是要上... 四十堂... 或者四十幾堂這樣... 而如果呢... 是... 即規定的... 其實這件事... 這個 schedule... 已經不是... 先生可以... 決定的... 即... 我想回起... 從前我學琴的時候... 先生的自由度是大很多... 是... 沒有那麼多限制的... 如果... 遇著某一些... 家... 他說... 我暑假... 我要去旅行的... 我試過有一個學生... 他跟我說... 他要... 不知道去哪裡... 去... 一個月... 還是差不多兩個月... 這樣... 但其實... 學校指定的課數... 是未上完的... 那... 先生是要... 要找他自己的時間... 去... 幫學生上課... 但是... 先生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學生... 或者學生的家... 未必覺得... 哦... 先生真是... 很難得... 他會找他的時間... 去... 配合我的 schedule... 其實這件事是... 很不... 公道的嘛... 如果反過來... 行不行呢? 如果先生跟學生說... 我有兩個月... 我不在香港... 那... 那些課... 你要自己約我... 去補... 其實不合理... 譬如... 我覺得公道一點的做法就是... 學生... 如果你這兩個月... 是... 上不了課的話... 那... 你... 就要主動去約先生... 去上課... 而且你也不應該期望... 你不應該... 要逼先生... 是... 要一個月之內... 去補了... 多少課... 就是... 是... 講不通的... 這件事... 那... 而應該... 跟學校講... 給了錢的那些... 那就... 看看... 學校可不可以... 有些安排方法... 或者可能是... 我不知道... 可能是... 學校退回... 或者是... 照樣給先生... 因為... 如果你上不了課... 那... 那個責任就應該是... 在家裡那裡... 沒有理由在先生那裡... 那... 所以... 這些事情也是... 先生控制不了的... 那... 就是因為... 有這麼多事情控制不了... 那... 會不會原來... 就是拍片 就是我可以控制到的事情 我现在拍片 我不需要去听 我没有一个上司去跟他说 叶少熙你不要说这些东西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做法不是这样 你不可以这样做 我好像真的找到自由 我知道有很多东西在YouTube上不能说 或者说了之后会被人禁止 但是我现在说的东西 相对上是比较我对音乐的看法 或者我教学上的看法 我估计YouTube上 也不至于因为这东西而禁止我 好像真的比较自由 所以我希望 如果可以的话 跟十年前的自己 或者再早一点的自己 十二十三年前的自己说 就是你不要太介意 你所说的东西 是不是大师 或者是不是怎么样 或者不要介意那么多 就是拍了出来 我觉得如果你是用心 真的发自你的 出自你的真心 是真的你的经历的一部分 是总会有人 是有兴趣听的 我也没有想过 我拍这些片 真的会有人看的 我真的没有想过 现在到今时今日 这个频道是有 差不多1600人 我觉得已经是 真的 很感谢各位订阅 其实1600人是什么概念呢 如果我在City Hall 开一个concert 坐到满都没有1600人 但是现在真的有1500 几百多六百人 是按一个订阅键 是真的想听 我有些什么去说 有些什么去分享 我觉得这件事已经很神奇了 会不会是 现在在看这条片 有些事情你是很想做 但是不知道做不做好 其实不要想太多 就是试试做 你想做一样是画画 练琴 学乐器 健身 试试做一点点 我其实今天拍这条片 我都没有想着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 这一段时间 我抽小朋友会 还是怎样 好像提不起劲 好像有一样很强的吸力 吸住自己 但是我设好那部机 我一按录的键 我希望这条片 它是有录动的发声 因为我试过 是录完一条 我不记得是讲 考试曲的片 然后回家看 竟然是收不到的 我希望这条片是收到的 我现在看 它应该是插上 那个mic的信号 你不要太介意 有没有人看 这件事也是控制不到的 有多少个订阅者 或者那些订阅者 有什么反应 到底是他给个赞你 给个这样你 还是会在下面留些什么留言 这些是控制不到的 昨天坐车的时候 我又在想40岁的问题 虽然岁数是一个数字 但是我又在想 以前的人去到40岁 已经很有成就 就是我们 试试去想 我们所认识的人 40岁或者40多岁 或者不要说40多 可能30多 他们已经在事业上 是很有自己 事业上很成功 至少 我想对80后来说 问他们对40岁的人 有什么看法 他们可能都会觉得 哇40岁的人 就是奥铭成利就 或者怎么样 社会的精英 那么 好了 现在今天 到自己 是 是 晋升这个 40的行列 好像又不是这一回事 那 以后应该是怎么样 那样 我昨天 应该是昨天 还是前天 我都不记得了 坐地铁的时候 我是 送了个email 给一个我很喜欢的 专栏作家 我是问他 我是问他 我是想请他 可不可以赠我一句 说孔子 去到40的时候 知道40 就不话 那我就问这个专栏作家 到底怎么样 可以做到呢 然后现在我在想 叶少熙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去问别人 这些 那么奇怪的问题 你叫别人怎么回答呢 但是我已经问了 那又不可以删除 那个message 那我不知道 就是 那就看看他怎么回答 可能他说的那些 其实是前辈 如果有人问我 叶少熙 你会有些什么 我明天30岁了 你会不会有什么建议给我 或者你试过30岁 我其实也会想说给那个人 如果有人问我 我纯粹用这个想法 去问这个专栏作家 专栏作家 他是中英文很厉害的 做人态度 在处事那里 是很正直 在苹果日报也有写专栏 那我就问他 那我不知道 如果他有福到我 或者我都可以在这里 告诉大家 但是在地铁上 我就不知为什么 很想知道40岁要怎么样 40岁要怎么样 或者会不会看这条片的观众 你是已经50岁 还是40多岁 你可以说一些 40岁的时候 应该要有什么心态 或者做事的方式 然后我在想 会不会这条片 我可以拍给 10年之后 或者20年之后的我去看呢 10年之后 我估计 10年之后 我的女儿应该是10岁 如果我 觉得 家向乐团 还是适合我拉 那我应该还会拉 这个YouTube channel 如果我还有一些东西 是可以和大家分享 这个channel一定都还会在 如果到时也有YouTube的话 应该还会在 如果没有YouTube 可能是 我不知道是第二个平台 10年之后会怎么样 10年之后 香港会怎么样 世界会怎么样 10年之后 其实都是 其实不是很久的一段时间 但是 我想我会和10年之后的自己说 无论你多少岁也好 50岁也好 60岁也好 这个只是一个岁数 你仍然 第一 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你仍然是要心底好 你不要 短视 不要想到 怎样 什麽 什麽 不是为钱 出发的 你 做的事 一定是要 出自真心 你要喜欢那样东西 你才做 如果你不喜欢拉乐团的话 叶小熊 那你不要继续拉乐团 如果有朝一日 你已经 回到乐团 对你来说已经变为一份工 你拉的时候 你见到一个forte 和你见到一个piano 对你来说 是没有感觉 或者当你拉一首 Brahms的Symphony的时候 它已经不能够令你感动的话 那 请你 不要拉乐团 你应该去找一些 你喜欢做的东西 会不会有一些 是乐团以外的工作 你是喜欢做的呢 会都未订的 嗯 是 我觉得这一件事 不论你是50岁 还是60岁 我觉得 就是年纪呢 是 和你的心态 未必有直接的关系 嗯 是啦 那 是啦 我 40岁了 那 好 多谢大家 一直以来 支持这个频道 我会继续 是拍片 是 我觉得有用的 去给大家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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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